为了解决台铁规划双轨化使用到私人土地一案 影响到了村民们的权益 华林县议会18号并且召开了华东地区 铁路双轨电气化拓宽工程的征收案 召集员黄欣表示 由于台铁规划要征收私人土地 而一旁的铁路用地不使用 却规划拆除村民的房子 村民则是大表不满 经过两个小时的马拉松讨论 请台铁局重新检讨规划 一个月后再重新说明 华东地区铁路双轨电气化拓宽工程征收案 18号在华林县议会召开 召集人黄欣 现任赞美会 谢国龙 杨花美 李正文 高小城 黄宁兰 台铁局 华林县政府 以及陈清民众 赞养传记者黄欣 则是表达村民和里民的需求 希望透过状况会议 来解决地方权益 现在没有高架是非常遗憾的 这次双轨电气化没有涵盖高架 那再过来的部分 永吉桥的部分 永吉桥的部分保留原来的部分 但是从永吉桥开始就要爬升 就是高架 那通过我们的中原路 那通过我们的中华路 都是高架 中华路的部分 那到我们的吉安的人里铁桥的部分 人里铁桥的部分也是一样高架 但是过了之后 南区一直到我们的火车站的部分 就平面 那一直去到我们大概 大概还有我们永新的1号跟2号 铁路平交道的部分 会牵涉到东边西边 那铁改吉也是很奇怪 有的是在征收东边 有的是征收西边 那建国路平交道的部分 是征收东边 然后去到吉安的部分 永新1号2号平交道的部分 是换到西边来 那呼东呼西 那整个路线的部分的一个征收 是中央的一个考量 但是他可能不必要考虑到 我们地方相亲的一个需求 跟生活的一个需要 那这个部分我们他也承诺 会一个月会对我们相关的一个问题的部分 做一个答复 那路线是不是能够改变的部分 包括那几个正义点的部分 我们建国路的部分 还有中华路的一个大楼 可能会被拆迁掉 然后到我们的吉安的 人理铁桥的部分 然后我们中山路很遗憾 中山路铁部分 并没有在这次纳入这次的告架 因为中山路吉安中山路 牵涉到我们的宜昌国小宜昌国中 还有体制学校 三所学校在那里是很繁忙 那早晚上下班的时间 车辆是非常非常的多 常造成那个铁路平交道的 一个部分的塞车 其实是很大交通的问题 我也希望他们这次 是不是能够基本的部分先纳入 中山路的部分 也能够纳入高架 然后到我们的火车站以后 以南的部分才下 这是我们比较深切的期盼 因为铁路高架又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 是不是能够再跟这一次的 解入电气化双轨化的部分 我们请期盼它是结合的 结合对整个公共工程的执行 我相信会比较顺利的 而且也不会觉得 老百姓也不会觉得 它是浪费公堂 那这边我们后续会在 请铁改局的部分 给我们继续协助帮忙 还有东湖处的部分 我们立法委员这个部分 我们去去呈请 早警官黄欣表示 市区的双轨化人事平面的规划 只有跨越吉安西前后一公里多的 路采高架桥 路线设计向西车拓宽 过了吉安站之后 又变成往东侧的拓宽 路线变来变去 在吉安站之后 私有地比公有地还多 为何不用既有的铁路用地 经过两个小时会议之后 一个月后 台铁再提出修正规划内容 再进行讨论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